酒足饭饱以后,童小娟带着女儿小米和工人们送冯森和罗欣然离开,罗欣然拿着48只小猪佩奇的折纸,当场录下童小娟母女和十几个工人们,对米震东的生日祝福,工人们不但唱了生日歌,还一致表示会一直等米震东回来。 回去的路上,冯森不禁对米震东强大的气场赞叹,没想到童小娟和那些工人对米震东的鼎礼膜拜,他向罗欣然说起那本书,也从中知道妻子郑伟丽是怎么死的。 书里有一个章节,讲述了七个人做了不同的事,貌似毫无关联,最后的目的就是杀一个人,罗欣然劝他查明真相,冯森决定放弃,因为时间太长了,单凭这些根本无从考证,他庆幸的是终于查到了妻子被害的真相。 邓耀仙在宿舍等罗欣然,他把书架顶上的卷宗翻了一遍,罗欣然突然回来,他吓得赶忙跳下来,假装刚从床上爬起来,罗欣然一进门就发现卷宗被翻过,他不动声色指使邓耀仙去熊少峰办公室拿茶叶,趁机在邓耀仙的手机上装了跟踪软件。 罗欣然和王鹏都怀疑,沈广君的胳膊掀骨折,然后他再找郑瑞挑衅,造成郑瑞把他打骨折的假象,他们俩仔细翻看了沈广君被打敌视频,发现他来回进入车间两次,最后一次出来的时候,胳膊就不对劲,罗欣然赶忙带王鹏去找沈广君确认此事,沈广君百般辩解,还故意从床上摔下来,导致骨折的地方再次裂开,医生给他做了检查,要求必须马上手术,干紧向陈勇汇报,在经过层层核时, 严密防守的情况下,把沈广君送到医院做手术,冯森去档案是查沈广君的卷宗,熊绍峰也来查卷宗,两个人不期而遇,冯森表露出对熊绍峰的工作很不懈的态度,这下可激怒了熊绍峰,他明确表明自己不单单是一个网红检察官,也有责任心和执行力,反而埋怨冯森处处给他设半子,不但阻止他调查沈广君的案子,就连黄四海的事也不让他插手,冯森不禁冷相,熊绍峰负气而走, 冯森买着卷宗下楼,熊绍峰越想越窝火,回来找他理论,让他下次请示以后再去档案市找卷宗,冯森买出胡雪鹅提供的超市购物小票,熊绍峰不以为人,认定沈广君买了凶器以后,超速赶往案发现场,两个人一言不合就吵得不可开交,最后不欢而散,显尤文躲在一边听得清清楚楚,他赶忙出来劝慰熊绍峰,熊绍峰想向他大吐苦水,显尤文借口不想惹火上身拒绝听他的讲述,熊绍峰叫苦不 一叠,柴明楚看完冯森提出的建议,忍不住向陈勇大发牢骚,觉得冯森处处和他们过不去,陈勇狠狠教训了他一顿,让他认真学习冯森提交的这些中肯的建议,好好整顿一下监狱出现的歪风邪气,柴明楚被鼠罗的哑口无言,罗欣然一边吃饭一边用手机监控着都要心的一举一动,冯森发现这个秘密,就劝罗欣然不要管得太严,以免事得其反,万采妹主动来派出所找李长城说明情况,口口声声称她是被人 利用了,证实张一伟没有强奸她,他们俩是恋爱关系,而且那些视频是伪造的,李长城赶忙把郑双雪叫来,郑双雪听完她的叙述,不禁为张一伟打抱不平,她赌气把万采妹之出去,要和李长城说几句话,郑双雪首先训斥了李长城一顿,埋怨她是非不分,让张一伟一次一次蒙受不拐之冤,还连累了张友诚,紧接着郑双雪拜托李长城为张一伟洗脱嫌疑,李长城突然发现万采妹留在办公室的手机,手机正在录音, 郑双雪顿时傻眼了,她终于明白了万采妹来的目的,就是想把她和李长城说的话录音,然后随意剪辑成她利用直权为张一伟脱罪的证据,郑双雪越说越激动,因为急火攻心当场晕倒,李长城赶忙叫来救护车把她送到医院,万采妹在楼下看到这一幕,亲至做不易,记得关注我看下一集哦